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相似 相有心思 尽随以心转 这经文很重要啊 我们今天居住的什么环境 那社会的动乱 有史以来 这个地球上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像现前这个动乱 历史上没有啊 地球上的这个灾病 我们讲自然灾害 也是过去历史上找不到的 源源从哪来的 我们现在的思想 言行 与古圣先贤的教会 与佛菩萨的教会 完全相反了 那造成 我们今天居住的环境 今天弘法 比历史上 任何时代都艰难 没有人听 没有人相信 现在人相信科学技术 这个东西很现实 不知道做人 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 不知道什么叫仁爱和平 在佛门里 无界是善 我们讲 三规无界是善 有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真正修复 三规 无论你修学 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必须要遵守的 不遵守三规 不是佛的词 我们学习经教 一开头 先念三规 提醒大家 佛是什么 佛是自信诀 法是自信证 身是自信经 诀证经 六足能大使 在弹经里面 为人受三规矩 他不是讲规以佛 规以法 规以神 他是讲规以觉 规以正 规以尽 那个时候 佛法到中国 七百年 七百年的时间 不算长 也不短 佛教在中国 沉传 逐渐逐渐 有了偏差了 要不然 男大使 为什么不教人 规以佛 规以法 规以神 大家一定是 把这个 解释了 误会了 规以佛 就会想到 尼苏木调的佛像 规以法 就会想到今天 规以神 就会想到出家人 这个错了 这个与规以的本意 完全相悖 而是什么呢 而是规以觉真经 规以自信三宝 四月宁供奉的佛菩萨 今天出家人这形象 这叫住持三宝 自信三宝是真的 三规以的意思 是让我们 从住持三宝 回归到自信三宝 就会想到